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信杰品第四 沿街起实的穷子 寻寻觅觅又匆匆忙忙 始终找不到安顿身心的地方 竟然忘了自己身上的珍贵宝藏 佛信 却不知道一旦正下妄念 西式珍宝就不求自博了 佛陀啊 我们都已经老迈 并受到尊崇 是僧众之手 我们自己以为已经得到不生不灭的涅槃 不用再进一步地求证佛果 这是错误的 因为世尊 你曾经使我们脱离三界 得到涅槃了 而且我们年事已高 对于佛陀能教化菩萨们成就无上智慧之师 一点也不会产生兴趣啊 可是现在听闻佛陀开示 我们好像从地底下开发了宝藏一样 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 过去所说的都是方便法门 现在我们深信 现在我们深信唯有一佛成 无二也无三 也就是说 我们生闻成也含藏着成佛的一成妙法 那的确如同获得西式珍宝一般 并非刻意求取得来的 而是不求自得啊 这心境就好像是以下这个故事中 富商之子的心情 我们主人啊 是各国中所依所恶的大富豪耶 可是啊 他为什么老是闷闷不乐呢 哦 他一定是在挂念身边以前的亲人啦 哎 我的岁数已经这么大了 活在世上的时日也不多了 想起来实在是让人感到悲哀 哎 我虽然拥有这么庞大的财产 但是却没有儿子来继承 哎 不啊 我以前也曾经也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啦 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搬到别的国家 恐怕 你也很难找得到我喽 不良人高 不求自得 是尊我的安静 只要说评语 一名是你 疲若有人 年纪幼稚 是不逃是救助他过 我是哪儿子 我是哪儿子之物 是岁年纪长大 家父求欧困 此次是方意 就一世 渐渐有心不想奔波 请问 你这里需要佣人吗 对不起 我不能把这名贵的茅台 交给你这种穷人看管 走开走开 滚到那边去吧 唉 都没有人肯用我 肚子实在饿死了 想起五十年前 我丢下父亲 离家出走到各地流浪 结果 老得如此的潦倒贫困 唉 我想 我离死不远了 哇 真是个大富豪啊 我活这么大 都还没见过这样富有的人家 刚才 那个贵族 都不肯雇佣我了 唉 我看这家就更别提了 算了 还是早点离开这里 到贫民窟去 还比较容易讨生活啊 欸 这个人是 欸 来人啊 赶快去帮我把那刚才那个人带过来 主人 是不是那个乞丐啊 赶快去 是 主人 喂 站住 哎 哎呦哎呦 放手放手 不要抓我啊 我什么坏事也没做啊 求求你们 帮我走 帮我走 我 喂 不要那么粗暴 别把那个人给吓着了 喂喂喂 醒醒啊 啊 儿啊 你好像不认得我就是你的父亲了 唉 都已经过了整整五十年 我也变了很多 也难怪他认不出来 可是我实在没想到 他竟然会沦落到这么卑贱的地步啊 主人 你召唤我 不知有何猜浅啊 嗯 那个乞丐现的情况怎么样啦 哦 那个乞丐啊 他很安分呢 既不偷东西也不贪图钱财 蛮老实的啊 嗯 那个乞丐现的情况怎么样啦 是吗 是吗 那么 好 就把他给放了吧 喂 乞丐 你现在回复自由了 可以走了 哦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哎 哎 主人啊 他到贫民窟 去讨食物吃的 是吗 既然如此 你帮我找两个看权像的迷迷人 再去把刚才那个乞丐带回来见我 嗯 真是奇怪 主人好像真的蛮喜欢那个乞丐的 密歇恶人心色憔悴 莫为的恶者 如可以必须穷子 持有酌醋 悲鱼入枝 情思或许将来是座 莫言与何所作 便可与之骨露出分 我等了任你光柔卓 十二十人 其求穷子 既得之举程上 我从今天开始 只顾用你们两个人 听着 你们要去贫民窟 找回先前 摆在我这里的那个男子 如果他问你们要做什么 你就说 要顾他拿挑粪 是主人 我的儿子 竟然心甘情愿来做那些低贱肮脏的工作 我看 我要想办法 究竟帮他开导开导 嗯 好 就这么办 于是 富商想了一个法子 要去亲近那个穷子 他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手里拿着除粪便的工具 交代所有的用人 继续持家勤坐 便向穷子的住处走去 喂 你 过来一下 哦 什么事啊 你不会嫌弃这个卑贱的工作吧 不不 我不在乎 因为我就是个卑微的人 所以我很习惯这个工作 看起来你也不会傲慢 也没有不当的行为 又诚实 嗯 不虚伪 我是打从心里喜欢你 我看 这样吧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父亲 而我呢 会把你看成是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你觉得怎么样啊 啊 好吧 我 我数年后 喂 你看 那个男子 工作的真正很卖力呢 嘿 听说 猪人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并且还让他自由出入呢 可是照理说 如果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 怎么这些年来 都让他住在简陋的小茅屋 又叫他挑粪呢 哈哈哈 哎呦 您说的也对哦 嘿嘿 喂喂喂 你们在讨论什么事啊 你们知道吗 当主人生病的时候 就会让他负责管理重要的宝库啊 人生自为何事求至于遂兴子 遂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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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只有在分处 大卖或金银珠宝 他都分毫未取 还是安分地住在那间 又破又小的茅屋里头啊 是吗 主人啊 你的身体看起来越来越差了 是啊 你快去请国王和大臣贵族来这里一趟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们宣布 是 主人 我已经不久于忍受了 今天 我邀请各位来这里 是因为 我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要跟你们说 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一直隐瞒这件事 抱抱 抱抱 他在五十年前离家出走 后来 一直都没有音讯 现在好不容易他是回来了 但是 我这个儿子 诚实不欺 工作努力 而且也不怠惰 就算是让他做很卑微的事情 他心中也不会有一丝的憎恨和埋怨 他有可以承担大任的根性 现在 我要向大家宣布 从今以后 我所拥有的一切财产 全部都归属我亲生儿子所有 啊 爸爸 这 您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心想要得到您的一切财富 却只是因为 我是您的亲生儿子 而您的一切财产 就将由我来继承 我 我这完完全全是不求自得啊 穷子原本无心想要求得财富 但只因为他是富豪的亲生儿子 宝物就自然而至 这完完全全是不求自得 佛陀啊 我们现在的心境 就如同这位大父长者的企儿一般 不自信我们生文弟子也能做佛 到现在 才知一切众生都是佛子 都能成佛 是的 而不为我说似真要 如比穷子得尽其福 虽之中心不惜去 我但虽说佛法包藏 此物之愿 一风如是 我的泪满滋滋味未足 为了此时更无余事 我等若问尽否过途 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都无信仰 都无信仰 所以这歌 一切出发 解释 解释空气 无声 忽灭 无荡 无露 无味 无声 喜乐 佛法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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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 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台中便宜 府议长林小雲 村座减义专案中楼 提心酸BC方案的民众 一定要配合方案措施 在家里减义期间 禁止出门 减义的人 可以用通信仰帖 跟巷大的人交流 如果要提供 新华协助 一定要掛嘴鞍 票面直接接触 减义的人 邦金来本社 要百好百岩 确定未有污染进行 才放到邦金门口 匠大的人到处理本社的时候 要掛手笼 跟用酒精消毒 最后 提出四方案 匠大的人 家庭组组 健康管理期间 出门车 转定掛嘴鞍 记录每天的行程 禁止坐台中文书 禁止到人坐的顺索 如果出现科技的镜头 请随到卫生局 或是一举你联络 照支持旧一 佛陀同年时 就是大家所熟悉 聪慧又善解人意的 希达多太子 一天 希达多太子 在花园中散步 此时刚好有一群野宴 飞过空中 一位童子提伯达多 看见之后 马上拿出弓箭 射裂他们 其中一只野宴 不幸被射中 醉弱在 希达多太子的身边 痛苦地在地面上 一面拍打翅膀 一面挣扎 好可怜的野宴 不知是被谁射中的 如果不赶快帮他疗伤 一定会很快死掉 太子看到受伤的野宴 于心不忍 便小心翼翼 准备带回宫中 安置疗伤 你点到的野宴 是我射中的 赶快还我 不要聚为己有 假如那只宴已经死了 我就不会聚为己有了 但是那只宴并没有死 所以我不能随便 把它交给你 提伯达多听见回复 感到相当生气 不管这只野宴 是死是活 他都是属于我的 太子镇定地回复 一切众生都应当 以慈悲仁爱之心 来保护他们 更何况是这只 无辜的野宴 他本来自由自在地 翱翔在天空 你却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乐趣 而射杀他 让他饱受惊吓 与皮肉之苦 我怎么能随便 再让他去送死呢 听了太子一席话后 愤愤不平地提伯达多 便一传告上了世家族长老 要长辈们为此评评礼 这时有位近居天空的长老 对两人说 谁愿意尽心养育这只野 把子内心地爱护他 照顾他 才有资格拥有他 而残忍伤害他的人 必须自愿放弃 太子帮爷爷拔去了身上的剑 细心的涂药包扎 爷爷不久便恢复了健康 太子也欢喜地 让爷爷回到自在的天空 学佛多一点 让孩子饲养小动物 有时是培养孩子 爱心的最好方法 因为孩子可以从 饲养小动物的身上 学到动物的忠诚与互相依赖的情感 还可以因此懂得照顾和体贴别人 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与成就感 在佛教里 佛并不是神 而是觉悟了的人 释迦摩尼佛本来就是人 提婆达多 则是释迦摩尼佛的堂地 一般都将他形容成大恶不赦的罪人 他们出生的年代 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恶人的争执来自于 前世西达多做侯王时 曾经互杀过 同为侯王的笛破达多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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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